采用正确的系鞋带方法可以有效地减少跑步时对脚趾以及脚踝的损伤 在本视频中,您将学习两种如何能保护脚趾和脚踝的系鞋带方法 首先是脚趾的保护 如果您在跑步后经常发现脚趾有瘀伤 这很有可能是由于鞋子的挤压造成的 这里,我们将教您一种系鞋带的方法,可以给脚趾留出更多的空间 将鞋带的一端穿过底部的第一个孔和位于鞋子顶部对角位置的最后一个孔 把另一端穿过底部的另一个孔 然后像这样交替穿过剩余所有的孔 拉紧鞋带,给脚趾创造空间,减少鞋子对脚趾的挤压 现在我们来看如何保护脚踝 如果您在跑步后经常感到小怀疼痛,这很可能是由于鞋带过紧造成的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尽量避免鞋带的交叉 首先把鞋带穿过最底部的两个孔 然后把内侧的鞋带从同一侧的第三个孔穿过 接着继续穿过对面的第三个孔 用同样的方法继续将鞋带穿过同一侧的第五个孔 以及对面的第五个孔 最后,从外侧穿过同侧的最后一个孔 把外侧的鞋带穿过同侧的第二个孔 然后同样穿过对面的第二个孔 继续用同样的方法穿过两边的第四个孔 最后,同样的从外侧穿过同侧的最后一个孔 使用正确的方法系鞋带可以让您在跑步时更加舒适 同时减少受伤的几率 享受跑步的乐趣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